这里还有一个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呢 就是在自动的情况下 这个也是这走枪的一个速度 走枪速度的话 都是可以调的 调到250 然后这个是挂机 这个是自动模式下的一个转速 一个自动模式下的转速 也是可以改的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吧 那这个定向角度就是 定向的时候呢 定向喷的时间 它需要摆动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看你需要什么角度 就把它改过来就可以了 定向喷的一个模式 再一个这个起喷 起喷位置 右行起喷位置 左行起喷位置 再一个停喷 那么右行起喷位置呢 就是喷枪走过来之后 到这个位置就开始喷 然后到这里就开始停了 你看这返回器的时间呢 是在这个位置就开始喷 然后在这个位置又 这个位置就结束了 那这里的话是一个自动喷的一个次数 两次三次 正常的话都是一次或者两次 就看自己实际情况去操作就可以了 把它调到二自己去改就行了啊 然后这边的话都是一个手动的一个操作 就是一个左行右行正常反转 试一下 再看一下 跟刚刚刚刚刚刚刚那个点喷是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把这个枪调到哪个位置 然后可以比较方便调机吧 这样返回器 返回器按住没关系 它到那个眼点之后 它会自动停下来的 这个没事 然后这下面这个的话是挂机的一个转动 就是手动放的一个按钮 一个正一个反 然后这鞋调好之后呢 每次调好之后 每次调好之后 就是这里给它 等一下保存 保存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保存好之后 返回这个主界面 那返回主界面之后呢 就看你需要哪一个模式 就点哪个模式就可以了 咱们先试一下这个自动模式 这个自动模式 现在这里是没有接气管的 就看一下它这个动作 然后再次调好之后 再次调好之后 每次喷完之后 它都会仿为一个眼点的 就这样就OK了 这样就OK了 感谢观看